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也就是我后来取名香园的意思 香飘过海原汁原味 这是我们新的办公室 是在一个半月以前的刚刚搬进来的 这边是我们的财务部 是市场部的 还有我们的新的project 然后是我们销售部 HR财购 logistic 这个办公室的size 是我以前所有员工的size 就是说他们很多人挤在一个办公室 现在鸟枪换炮了真的是 老夏我觉得你这真的太开了 第一牌太高了 我们从2013年开始 13 14 15 16 17 连续五年拿到GreatCast 总计是30多个票 完全没有想过 就是说当年一软饺子 能够成为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事业 而且还在蓬勃发展 心心向荣 每个星期我们在公众号 我有三篇 在Facebook我有三篇 然后呢在英国的广告平台 也会有一个广告资料 我其实最开心的是更多的人知道我的饺子 甚至是外国人喜欢我的饺子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就 进场吧 现在要把家伙事儿着装都得 服装都要做好 做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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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韭菜也是今天到的吧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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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就是几天之内采摘下来 然后冲一过来 那也是 这个就是冻的这个工艺 这个 因为从小就吃饺子 我们其实对面食有额外的一种感情 在英国水饺是一种非常新的产品 根本就找不到它的这个生产工艺流程 以及它的食品卫生安全 我们从建厂成立到最终拿到许可证的过程 经历了六到八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生产不能销售 因为没有许可证 这个时候这个流动资金已经花完了 后来我们家里头我母亲自己去筹集资金 从她的朋友那里去借钱 才让我们能够度过了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好像做不出来很便宜的角色 可能我自己都不能过我那一关 不能接受就是说这个东西很便宜 我知道它有缺陷在哪 我本身也是有点完美主义这种 就是我要做我满意的东西 我要做对得起自己的东西 我要做自己愿意吃的 家人愿意吃的 孩子愿意吃的这些东西 这是我想做的 那我们要做我们要做计划 要是我们要肯定自己用理想 对 为了整个东西 你不相信 我需要需要提论 这个就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a fresh aesia 的工司的介绍 我们今年的入选了叫 Parlamentary Review一本杂志 他的阅读对象是首相议员 政府官员 他的目的是把各行各业的经营企业 做一个标杆传递给政治决策子 那么我们是作为唯一的一家中国企业 入选了海外门区域 非常欣慰 我们也更有信心 看来地方有点空了 当时就是东西 因为我们在一张四海这边 留个东西就算是要这边运 现在没有把它真正让它全落得起来 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因为之前应该是刚做的事 尽快安排着那个灯 刚刚装饰了 那个东西也刚做出来的就 抓紧弄吧 新工厂还有一年的时间 过于下个周我又要出差了 然后回去继续推进我的新的项目 从13年开始 我们获得了一个猪肉类创新产品金奖 西方人对中国的水饺 还是作为一种创新的一种产品 来认同的 虽然它味道好吃 但是我没有见过 它是一种很好的使用猪肉的 创新 今年的评语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评委在说 这是一款正宗的传统的中国水饺 它的形状非常的漂亮 它的馅里头是有汤汁的 它的肉和菜的比例搭配相互突出的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宗的中国水饺 其实也特别惊讶 就是外国人通过这四到五年的时间 他们对中国的食品的这种认知 是在突飞猛进的 外国人在宗教 在信仰 在政治体制 在教育背景 文化背景 甚至是饮食习惯上面 你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可是全世界人对好吃的味道 它是有相同的 其实世界大同 通过一个小小的水饺 我有深刻的体会 我也要让更多的外国人 西方人 吃到我们的水饺 并且喜欢我们的水饺 使我的一个影响